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你来到折青的书房 来我们来看一下 有朋友已经上线来了 是的 是的 来我们来看 来莫群儿 Nidia 然后还有林 欢迎大家上线来 然后来 那个YT这边呢 怎么今天人上来的很少 现在只有四个人 太惊人了 来大家晚安 来何毅 Peggy 还有谁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上线来的人 陆陆续续 Nidia Kate 冠语 来谢谢大家也来这个脸书这边来支持 脸书跟YT这边都需要 那我们两个呢 采取了不同的播放格式 那两个呢 是用不同的这个播放媒体来使用 一个是脸书 一个是YT 然后呢 来看一下 看看今天呢 又是哪一边的效果比较好 来Sandra 还有这个 YT 定会 你真的叫青青吗 来 酷气儿 苏牛奶 苏牛奶收到过年前的卡片了 好 好来 育儿晚安 然后呢 Echo 休意 Iris 好 现在大家呢 陆陆续续上线来咯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呢 这个 每一次呢 社群软体 它常常在变动 在变动一些设定 所以后来让我这样 有时候有点看不懂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天气很暖 是不是 来 来霹雳熊哥 有这样子的人 小四 来 还Claire Claire 好 这个好热情的问候 来 Yvan 明 跟黄 那 我们三月已经过了 已经到二十号了 今天是二十号 在十天 我们就要到四月 眼见就要到四月了 那不知道大家在 最近 就是二二八结束之后的 这三个礼拜 有没有去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无论是看了新书 电影或者是表演 来上来分享一下 惠美说 希望去马来西亚办分享会 折青五月底会去新加坡办分享会 就是一个分享会 好 今天开心吗 来 李兰问这个问题 好像有奥秘 来 梦 这个问得很好 晚上好 还是 YT文 对不对 YT的收音 比较清晰 魏仔说 最近在看 慕府将军 牛奶说 去了芬兰 对啊 Peggy说 三月过得好快 书还没看完 就过了一半 这样子 来 我还是拿摸帅 还是拿 李小敏 同学 我们好久不见了 对不对 来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呢 我在我脸书 PO了一张 一本书 这本书 这本书呢 你们可能有听过歌 但是你们都没有看过书的 就是这一本 叫广岛之恋 就广岛之恋 广岛之恋呢 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作家 他的名字叫举哈斯 叫举哈斯 那举哈斯呢 最有名的书呢 就是情人 就是情人 然后例如说 还有像是 抵挡太平洋的提帕 或者是 劳儿之节 五月下夜十二点半 然后复领事 他写了非常非常多的小说 那我记得 我这次去法国的时候 我还特别去买了 买了他一本书 然后呢 买了之后呢 我就翻开他的第一页 他的第一页呢 写得非常非常人美 他就一个男人 走向一个女人 然后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很美 我永远都记得你 他说你年轻的时候 对不对 是那么的清新脱俗 但是我觉得 你现在的你更美 有一种饱受岁月 摧残之后的容颜 他是让我心碎不已 那时候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 这果然是法国人 才会写的 因为我们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文明 是应该说我们的文化 对 我们的文化 是非常眷恋青春的 所以我们想方设法 来让自己看得更年轻 看得更可爱 那我们很讲这个动灵这件事情 可是呢 我如果说我们回到欧洲去看 其实欧洲人是很能够 应该说欧洲的文化 对于人生的生老变死 就像文字的起承转合一样 他认为是一种 生命应该要有的姿态 跟样貌 所以他们接受他 虽然我们会有点于心不忍 虽然我们会有一种心所不甘 我们会不甘愿 但是呢 我们还是接受了他 然后以这个时代 这个年龄 这个阶段 应该出现的样子 然后呢 去面对世界 那菊哈斯很特别 菊哈斯他从年少 他从少女时期 开始写小说 然后他拿过贡国的奖 就是法国的 就法国的最大的文学奖 包括费米娜奖 就是法国最大的文学奖 那就像我们的 台湾的文学经典奖 或经典奖这样子 那他没有拿过英语世界的 例如说像是不可奖 不可奖是英语世界的大奖 小说大奖 那例如说像诺贝尔文学奖 听说他有入围过 但是呢 就是这种事情 就是要过50年 或70年之后 档案解禁 然后我们才会知道 我们才会知道 就是说 那到底有没有真的入围 不过呢 菊哈斯的文字 其实我有写到很多 就是写到很多 就是他里面有一种 丹妮 有一种沉醉 菊哈斯他写情欲 写情欲是写的 非常非常的 民心刻骨 应该是这样讲 那这本书呢 《广岛之恋》 《广岛之恋》 其实它是一本 它是一部电影 我想帮你们知道 它是一部电影 那这部电影呢 讲的就是说 广岛 广岛在恶战 恶战它遭受到原子弹的摧毁嘛 所以后来它在重建的时候 那么当然它也建了纪念馆 那么到了1950年代 末60年代初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世界各国的 纪录片 或者是一些战地记者 或者是一些艺术工作者 就去到广岛 去记录这个地方的人 他们怎么在废墟中生存 然后离开 离乡背景的 会不会回来 那么远走他乡的人 又是哪一些 他们就拍了非常非常多的纪录片 而《广岛之恋》呢 这一部片子 这部电影 它写的就是 一个法国的电影工作者 一个纪录片的工作者 然后呢 他到了日本的广岛去 然后去拍纪录片 然后他在纪录片的时候 他就认识了一个 日本情人 其实举哈斯的小说里面 然后出现了 各式各样的东方情人 这个跟整个法国文化 就是他们曾经殖民过 太平洋地区 还有亚洲印度支那嘛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就是像越南 然后柬埔寨 然后包括了像辽国 然后就是 还有一些 他们的文化辐射区 都在亚洲 亚太地区 所以他们对亚太 有种特别的迷恋 那其实从十九世纪的时候 法兰西帝国的殖民政府 他们的手 伸向了亚太地区之后 建立了很多殖民工作站 那他们的人 实际上是 应该是说 帝国主义是非常奇特的 他一方面会开发 会开发一个地区 可是一方面呢 他们的开发呢 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这是我们知道的嘛 例如说讲个例子 你们可能不知道 就是柬埔寨的五哥窟 是法国的考古学家 重新发现的 那这个重新发现的时间呢 就在十九世纪的 中叶后半 那也在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 法国他们到世界各国 去殖民的时候 法兰西帝国 所以他们成立了非常多的 重要的研究机构 后来呢把这个研究机构呢 综合起来 叫法兰西的远东学院 它是在考古学界里面 非常非常有名的学校 那以前呢也是我非常想去的地方 那如果你去了柬埔寨 你去大吴歌城 大吴歌城 然后往吴歌寺的路上 它那个路很特别 它那个是穿过莲花池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那地方 穿过莲花池的时候 它路是两边 它一边呢是法国人修的路 它是同一条路 它把它切成一半 一边是法国人 远东学院考古学家们 然后他们利用古法去修建的 那另外一边呢是日本人 日本的考古团队呢 所修建的路 你不能讲哪一边好跟不好 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那日本人其实呢 就是在1970年代之后 他们捐了很多钱 然后到世界各地的古迹 然后去修复 应该算是艺术史上 一个非常特别的成就 好所以呢 这个大家呢 就一开始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就是 文化其实非常特别 那当然就是 一个国家当时的社会 然后它的国家的状态 一样会影响到文学的形态 那举哈斯呢 那举哈斯呢 他是 他从小就生活在 这个就是 法蜀的印度支那 就生活在越南 所以他的小说里面 写了很多的殖民地的生活 然后也写了许多的破败 然后他 因为他的情欲 开花得相当的早 所以他的男女之间的 情爱的描写 有一种毁灭式的 的担逆 一种沉溺 然后一种 一种就是 不愿意回头 也不想醒来 一种很特别的情绪在里面 读他的文字 就是一方面你会觉得说 我也想要这样子的生活 或是我也想要 试试试看这样子的生活 可是一方面你会害怕 因为他的爱情 都带有毁灭性 带有毁灭性的爱 其实是 是玉石俱焚 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而且通常呢 这样子爱恋 爱恋过去之后 你的灵魂 你的身体 都会受到损伤 而且是永远 就是永久性的创伤 然后呢 你可能会要花 非常长的时间 才能回复到 正常人的生活 其实你看起来像正常人 可是你也没有办法 过正常的生活 这是举哈斯 小说文学里面 一个非常特别的 一个重点 那广岛指点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一个日本的 应该说日本的情人 然后跟一个日本的男人 然后跟一个法国的 一个电影工作者 然后在广岛 一个24小时 他们就是疯狂的坐外 然后他们就是 他们就讲了很多话 然后讲了很多话 我取了一段给你们听 它里面 你们可能不知道 它里面都是剧本 它是剧本 而且里面很多地方 我都有划线 我都有划线 就是以前我在读的时候 我就看得到 他说你知道疯狂就像智慧一样 是解释不清的 完全跟智慧一样 一旦它落在你的身上 它就占满你的身心 而那个时候呢 你就会理解它 但是呢 当它离开你之后 压根 也想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它用一种法文写的 是法文写的 然后它整个都是用 那个就是脚本 其实广岛之恋 是举哈斯为了电影 而写的脚本 那所以很多人都会想 那个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就是 在看小说的时候 在看小说的时候 或是说 或是说你们在看 你们听那个 我昨天po广岛之恋的时候 大家都想到 这个张宏亮 跟这个莫文蔚的歌嘛 对不对 但实际上你知道 那个歌跟小说 跟文学本身 它电影本身 没有太直接的关联 我可以这样讲 就是你情绪 我讲情绪 它那个情绪不太对称 我只能这样讲 所以我长久以来 就这么多年来 我每次听到广告之恋 我都有一种 一种尴尬感 就是我的问题 那我的问题 跟大家没关系 它歌是非常好的歌 莫文蔚跟张宏亮 都是非常非常出色 非常杰出的歌手 然后就有曲子 它一样是经典 可是对我这种卡 在文学里面的人 我听这个歌 就觉得 就一种奇怪 那是我的问题 我有病这样子 好 来看一下 来 那个每周四晚上的 八点 那个六点 那个小亲书呢 都会在YT这边上线 那赶快来请大家 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 好不好 那我们这个礼拜呢 会抽出来 上个礼拜 上周 我们有介绍 简少年嘛 对不对 那回想相当不错 你们有没有认真地 看你们的首相 有没有认真地看 你们的首相 这样子 那我觉得 命理的聊天 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我们不可以 你看到我们连读书 这件事情都 要尽兴书不如无书了嘛 那更何况是属于 我们列为这种 就是民俗 或是超自然魔法的东西 那我今天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 这个主题之前 因为我最近收到很多书 最近很多书都非常非常的棒 这本书呢 是最近呢 大家 这个大家 在网路上聊得 非常起敬的书 那就是巴黎试者 巴黎试者这本书 其实非常的棒 应该不是起始 它非常的棒 那它的作者是 收尔斯毕业的 一个文字工作者 然后他本来想要成为 他想要成为 一个文案的 想要成为作家啦 然后结果呢 就是他开始过了 入不敷出的日子 他说第一层 第一层 所有的工作 他都接过 从这个排队啦 外送啦 餐厅啦 结果他在伦敦 待了四年半之后 他想说不行 这样子我活不下去 所以他就去了巴黎 结果没有想到巴黎呢 更难找工作 所以他去了巴黎 我发现啊 怎么认识这么难啊 然后后来他就当了 他就去 去餐厅 那么他就写了这个 在餐厅当waiter的种种 所以他的英文名字呢 叫 Awaiter in Paris 这个书名 这书名其实就 已经告诉了一切 他的副标题非常有趣哦 他的副标题是 在巴黎每一个试者 都是一个作家 他其实是 Every waiter 每个waiter在巴黎 都是一个writer 他其实用的 但是英文里 没有这样写啦 只是说 他用一种协议跟想象 来写这个哦 好 所以来看一下 这个大家呢 很多人呢 就觉得说最近这本书 文学界呢 都要在讨论这本书 好 那另外一本呢 就另外有两个 跟投资有点关系的 那我最近看这两个投资书 我觉得非常有趣 那因为那个 哲青主持下班经济学 那结果后来 有很多很多的出版社 都找我说 哲青哥 你要不要来写这个投资的书 我算 我不能写投资的书 但我觉得投资是一种概念 这种概念 那对我来讲 投资时间 投资 这个财富跟资源 非常的像 重要是你的理解跟逻辑 所以呢 就有很多书 例如说像这个 就是一如既往 一如既往就是 那个致富心态的作者所写的 这本书其实我觉得 写得非常好 那你们可以拿来看 这本书比较像历史书 跟财富没有直接的关联 但他讲了很多 为什么投资会失败 为什么投资会有一些盲点 像盲点 像现在大家讲的00940 其实这种泡沫式的追逐 是很可怕的 那么当然在历史上呢 就有一个功 它是说历史的循环就是这样子 就是稳定会创造不稳定 而不稳定之后呢 当然就是 因为不稳定 人们就会想要 就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去解决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困境 所以就让不稳定的来趋向稳定 可是稳定之后呢 会百必重生 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例子 可以讲这件事情 那另外一个讲投资大师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是比较新的概念 比较新的概念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很好 来 那个Denica Denica说你有这一本 你有这一本 来看一下这两本书 这是天下出的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书呢 实际上是我前一阵子收到的 这个书 它有很多本 然后它有很多本 但是我要谈书之前呢 因为为什么我今天要谈这本书 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谈了简少女 上个礼拜呢 我们讲了算命 我们讲了命理 从手面向来聊这样子 那当然呢 就是对我来说 就是我在我的书早知道就待在家 包括了像星空引用里面 其实我都有透露到 我年少的时候 我年少的时候 其实非常非常迷算命这件事情 就是命理这件事情 然后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基因得五读书 读书很重要 读书只放在五而已 但是呢 就是我觉得 就是为什么人生会这样子呢 在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 我们都想要找一些解答 找一些解答 有了解答之后 我们就想要有解方 我叫解方 那所以命理 它其实是一条快速捷径 快速捷径 就是说 有没有什么方法 在我们身边这样动一动 改个桌子的方向啊 或者什么的 为什么运气就会好一点这样子 那当然你也知道 就是当我们人生的 人生的历练增加之后 然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也有一点点 有一点变多的时候 我们就会慢慢知道 就是说 其实这个 到最后人生就是靠自己 我觉得那么直接 那么现实 好 所以呢 就是 但是我们还是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 神奇的事情 其实我人生遇到很多 有趣的事情 对我讲也非常神奇 那么无论是命理上也好 或者是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人 然后他们都会用那种 奇特的方式 让我看见 听见 或者是遇到一些特别的事情 所以我在之前的书没有写 我就不特别讲这件事情 上礼拜我讲过一个阿伯的故事 那阿伯是真的哦 是真的哦 所以就是 这一些故事啊 其实就是在人生遇到 其实都很好玩 来 这边 那个H 这H 有一个H 问 就是说 不知道整个 有没有哈利波特的精装本 看看有多号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我没有精装本 我没有哈利波特 我一本都没有 这很奇特 对不对 因为我的哈利波特 都是在书店 还有在这个 就是图书馆看完的 所以 哈利波特我一本都没有 这是我最奇怪的事情 我也没有魔戒 我身边也没有魔戒这个书 就我书这么多 我竟然没有魔戒 你给大家想象 我也没有Naniya传说 但是我有其他 你说我有剖析杰克森 过一阵子 我来跟大家来聊聊 剖析杰克森 好 那么来看一下哦 来赶上了 我是阿惠 我知道你是野田惠 张琼芳小姐 好 然后来看一下 接天线的阿伯 你们都记得 一如既往 好多人推 对不对 其实很多人推的书 代表他一定是可以看 所以可以看 就是你看 但是看受不受用 了不了解 喜不喜欢 另当别论 是另外一个故事 好 那么 那为什么我们上个礼拜会有做命令 实际上当然就是因为好朋友来聊天 我觉得是很重要 就会客室嘛 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人在人生 你会碰到一些特别的境遇 这些境遇呢 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 就你不知道为什么 就不知不觉的就困在那个死胡筒里面 我来看一下 这个小金书是不是定住了 现在可以吗 这个刚才小金书那边好像定住了 对不对 好 今天也是慢慢来 没关系 但是他丰排了 对不对 我现在就丰排了 定住了 对 怎么会这样子呢 21分钟 有声音 但是没有影像 是不是 我来看一下 最近呢 常常出现 可以了吗 现在脸书这边可以了吗 YT这边可以了吗 YT这边 好 看一下 因为时间有时间差 正常了 好了 很奇怪 对不对 我觉得最近 不知道机器跟我什么样 奇妙的恩怨 我们应该下来 私底下约一约 好好聊一聊 好 那我们就是 所以我就是 命理这件事情 是非常神奇的 但是呢 就是 当然 我的人生经验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是一直在对抗 对抗神秘主义 在对抗超自然 好 例如说 大家都会讲 神秘的金字塔 穆乃伊 亚特兰提斯 一方面呢 我们相信他 应该说 我们希望他存在 或不存在 我们相信他 可是相信他 那你不能是盲信 因为他不是宗教 就某一个程度上 我们必须要去 试着去了解 试着去了解 他为什么存在 或不存在 那你要用各式各样的 证据去解释 而我们的人生呢 所累积的所有的学问 他算是一种工具 每一种学问呢 就像是我们上 我们带一个工具 向出门 今天碰到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拿出锤子 可以拿出楼奈把 可以拿出 pange 这样各式各样的东西 来修东西 那如果说 有一个东西就需要钉子 你拿起子就不对 你就没有办法 你就没有办法敲嘛 对不对 如果说你有一个瓶 一个瓶口的一个螺丝 你拿铁锤就没有用 你硬敲下去 东西会坏 所以每一个知识 每一种系统 每一种理解世界方法 它就像一个工具 那我们 我们所知道的工具越多 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拆解它 或者去组合它 这是学问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 试着去解决很多 我们要为什么去 接触不同的学科 然后呢 让不同学科的学问呢 回过头来 补助我们 那所以就是 当然就是正统的 我们不能讲正统的科学 那或者是 就是民俗 其实我们最想了解 因为民俗直接连接到 就是我们的传统生活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个地方的人 怎么生活 怎么思考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 知识就是力量的原因 就在这里 这是苏牛奶 这是我演讲常在讲的 好 那当然呢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书 很多很多的书 都在强调 就是我们怎么样 正知正解 那我上个礼拜呢 应该是 我来找一本书 这本书 其实对我来讲 非常的重要 它在 我刚刚还拿进来而已 我看看它在哪里 因为前几天我带出去了 前几天我带出去了 那有一些书呢 那有一些书呢 就在我们人生的 的阅读历程中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它会帮我们 指点迷津 指点迷津 然后呢 辨认方向 那最主要的呢 是让我们看清楚 这个生活的可能 跟不可能 我来找一下这本书 找到了 好 这本书呢 是我从 你看这本书 在我手边已经发黄了 发黄很多 这很多年 这本书我什么时候买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本书是 1997年的7月 1999年 1999年的时候 就是2000年前后的时候 这本书是卡尔萨根 所写的 叫魔鬼盘踞的世界 魔鬼盘踞的世界 萨根谈UFO 占星跟灵异 这本书 其实上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非常重要呢 就是 呃 其实我们一直认为 我们生活在AI的时代 我们生活在现代 当代 可是呢 其实上我们还是 就某一个程度上 我们的生活 还是跟中世纪一样 跟中世纪一样 怪力乱神 满天飞 那打开YouTube频道 或者打开之后 你会听到一堆人 谈飞碟 谈古 从这个占星 命理 然后呢 就是各式各样的灵异 而且你知道 命理有一些 它有逻辑 有逻辑 有一个系统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 我们还可以去理解 可是有一些 真的是非常神奇 就觉得说 他到底在说什么 这样子 那因为这样子 就是我们生活 我们摆荡在 不确定的时候 不确定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 应该说 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 无神论者 他就是不相信神 可是呢 大部分的人呢 他否定神 但是又很害怕 又害怕 如果神真的 再怎么办 所以他因为畏惧 而去相信 超自然力量的存在 也就是说 无神论者 他就是极力的 去否定所有的一切 就他碰到 他会否定 我不管 我什么都是否定他 我去否定他这样子 那这种 当然就是 他也会找很多的知识 来辅佐自己 让他去否定 或者说 让他去 让他去正确的知道说 这个东西就是不存在 还有很多很多的 无论是数据的 理论的 当然另外一方面 有一批人 他觉得说 因为你没有开第三只眼 那你 所以你看不到 就是 那个 真正重要的东西 是眼睛看不到的 对 只有用心才能看到一切 所以亚特兰提斯 为什么你不知道呢 因为你没有用心看 你没有开第三只眼 所以你看不到 就我也不能说什么 因为我真的没有开第三只眼 那但是呢 在这过程之中 就是卡尔萨根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 这个作家 他是个科学家 他是个科学家 这个科学家呢 是一个 他在NASA 非常重要 包括了以前的这个 外星生物 外星文明的探测计划 也是在卡尔萨根的 推动之下进行的 卡尔萨根 应该说 到底没有外星人 卡尔萨根都保持着 开放的态度 但是呢 他会极力的去推动 这所有的一切 可是你问他有没有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给你证据 因为他没看过 他没看过 只是用数学来想的话 如果宇宙中只有人类 地球上有人类 那好孤单哦 对不对 可是呢 要怎么样来证明 有没有其他的文明 或者其他生物存在 那我们就必须要 我们必须用我们的方式 拓展出去 去了解 去了解 就是宇宙到底 有没有其他文明存在 所以卡尔萨根是一个 非常实事求是的人 而在考古学界 在艺术学界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教授跟老师 他会指导我们学生 读这本书 就是卡尔萨根 魔鬼盘踞的世界 这里面呢 用很多正知正解 不是宗教性的 而是哲学性的批判思考 然后去理解 就是说 有些东西 你可以用科学来解释 为什么你要去盲信 那个就是 就是他就是 因为他有的人就觉得说 你就是不知道 你就是 他否定 就是看不到的人 伪科学跟科学 最大的差别是 科学会承认错误 而且会透过许多的方式 来修正自己的认识 去认识正确 去认识错误 可是伪科学呢 它的核心就是 我一定是对 我一定是对的 我一定是对的 那所以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我们想要聊的 好 所以呢 读过了这个 魔鬼盘踞的世界之后 其实那时候对我的三观 有很大的冲击跟了解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 就是他 就这个是 巴吉尼之前我认识过的 没有上帝 真的什么都可以吗 还有我非常喜欢的 这本书 是西军师 二十世纪最伟大 也最勇敢 最具有争议性的 一个知识 一个知识分子 上帝 没什么了不起 宗教中邪恶的力量 信仰宗教中邪恶的力量 这本书呢 我在签出来都是有介绍过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 就是说 其实这个 大爱大爱对我讲很宽容 就是我可以介绍这种 充满异端思想的书 可是重点就在 就是说 你知道 德雷莎 泰雷莎兄女 要封圣人的时候 教廷其实会找正房两帮人 就是来辩论 辩论 那西军师呢 就是被传唤 到梵蒂冈去 然后为 为什么泰雷莎兄女 没有资格变成圣人 你看如果说你在线上讲那个话 你看声音有多大 可是西军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就是我们社会 不能只有一种面向 不能一言堂 不能一言堂 我们需要各式各样的意见 意见 所以呢 他的书呢 他的书呢 就叫意见者 有没有看到 他并不是说为了唱反调反调 而是说 他站在一个合理批判思考 尝试的路上 我们去讲这个是为什么不可能 西军师告诉我们 尝试是判断事情 很多很多重要的依据 而在许多的高等学府 在入学考试里面 他其实不会问很高深的学问 他问的是尝试 你知道问你很多尝试的东西 可是很多人就在尝试这一段 就过不去哦 他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会 你怎么会问我这种问题 像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们把这种问题搬到台湾来使用的时候 实际上呢 我就了解到说 原来当时在学校在筛选人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怎么样 脸书直播人数异常 掉下来 剩下37个人 是不是 我觉得好奇妙 为什么掉剩下这么少人 立马发现伪科学 好 那么呢 没关系 脸书怎么突然掉那么多人 很有趣 对不对 我现在才看到 但我们就先 我们就聊天 我们就聊天 我们不要太在意这个事情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 就是说 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 其实有时候 很多人就以前 很早以前 大概在七八九年前吧 很多人就是叫我说 诶 哲英哥你可以自己出来 开一个节目 我们来讲这个古文明 这种事情 你知道古文明这个东西 其实你要网上超很容易 你要超很多资料 非常非常容易 但是呢 你要真正的有 有 有 你独立的观点跟思考 然后你要合理的解释跟判断 实际上是 非常的难 是非常的难 所以就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 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做资料 那做资料 其实一讲可能 三十分钟 你可能做了两个礼拜 一个月的功课 三十分钟就全部讲完了 有可能哦 这有可能的哦 所以为什么我在思考这件事情 是我想很久 不要做这个事情 要不要做这个事情 好 所以呢 这个 那我们刚讲 我们是细菌师 细菌师活到人生的最后 他不断地在跟社会 各式各样的意见来对抗 然后所以呢 他后来他写了一本书 他后来得了 他生了病 然后在临终前 他写的这本书 生命就是坚持信念走到最终 其实这本书非常感人 这本书非常非常感人 那我觉得就是说 有的人 就是如果你对这个就是 你想要成为一个 对世界有一个正确的逻辑判断 跟思维的人 你不一定要变成那样子的人 可是你要知道 他们这些人怎么去思考事情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当然我刚刚讲到高等学府 他们在测试一个人的时候 他们问问题 我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很久以前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就是到那个 就是当一个评审委员会 那这个委员会呢 他就是赞助 赞助学生 然后能够到日本去 到日本去 然后是五天还是一个礼拜 我忘记了 然后他就可以就是 全页赞助 你知道自己带利用钱去 然后吃喝 就是吃跟住 然后他们还有 我记得还有零用钱 还有零用钱 然后会让他们呢 在日本做建学旅行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去看 然后那一次的建学旅行的核心呢 是说你对日本文化 然后他们是以金泽为核心 从石川县 然后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在附近这样走 但你先想一下 在石川 富山 金泽 福井这一带 有什么样的文化的景点 什么文化景点 当然最有名的就是家贺百万旦 就家贺百万旦 然后就是像前田家 前田 大家看过前田与松这样子 然后呢 小绝远州的庭园 那包括了像如果叫新系 你看达那边 还有北越学谱 所以他们怎样写北方人的生活 那古代呢 有很多的文学 它也是围绕着在这个区域 或者说你不用围绕着这个区域 你去懂日本文学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基金会 他们希望找到这样的学生 赞助他们去 那当然呢 所有的基金会在 应该说在募集 这个学生 就是说给奖学金 或者给个奖助计划 让你们去 他们一定会要求我们 所以你一定要 要严格的来要求学生 那所以苏审不是我们 苏审一定就是 包括了像什么 苏审就是看成绩 那所以那个苏审基金会 他们自己就会省过 所以就是大部分 进来的成绩都很好 那当然呢 这个进来很好的学生里面 有一些是所谓的 第一志愿的大学 就是台青 然后娇 娇大 娇亲 就是这些学生这样子 然后有文学院的 有理学院的 那当然就到第二关 第二关之后就是 其实就是面试 那面试呢 你一定会问嘛 所以你为什么要去日本 为什么要去日本 那如果说我现在问你的话 你说你为什么要去日本 你为什么你想要参加 这一次的tour 这一次 为什么要参加这一次的tour 对不对 我们一定会问嘛 而且这是基金会要我们问的 好 那我记得有一个学生就讲 就是说 因为我想 他说 我想去日本看看文化 然后他说 那你对日本文化了不了解 他说不了解 其实不了解 我们也可以接受啊 不了解可以接受 你不了解才要去看看嘛 然后当然我们就聊一聊之后 我就问他说 那你平常都看什么书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因为我是外文系的 所以我不看日本文学 我觉得非常奇妙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平常都念什么书 他就跟我讲说 我念的就是萨士比亚 我念了萨士比亚 然后念了马楼 马楼 然后还有桥嫂 叫桥嫂 他们就说 那你知道日本文学里面 有许多的 有一个很有名的导演 一个很有名的导演 然后他改编了非常多部 萨士比亚的戏 然后这位大导演呢 他就 他有入围 他有得过奥斯卡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他说我问学生 所以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就 你们现在都定住了 是不是 要不要猜一下 猜一下 拜托 好 你看 萨士马上打黑泽民 对不对 就是黑泽民 就是黑泽民 那就黑泽民 所以黑泽民的蜘蛛潮城 然后包括 他就改编至狸尔王 狸尔王 对不对 你看这边也有 尼迪亚也有打 也有打黑泽民 这样 但是学生就跟我讲 他就跟我讲说 我平常我也不看电影 所以我就不知道 应该说什么 哦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知道就是 如果说你对 因为他要求说 对文学要有了解 我才能带他去 所以我就问他说 那你平常都看什么 我都看什么样的文学 他说你日本学人你看吗 然后他就不回答 他就不回答 他说那你知道这些人吗 所以你知道这些人的话 那你就跟我讲 一两本他的著作 或者你可以形容一下 然后问他 例如说 我从很早以前都 例如说像夏木树石 借穿龙之戒 然后包括了太宰志 太宰志 然后乃至于到 三岛游记夫 包括了春春康城 古其润一郎 这些人有没有听过 我问他说 你有没有听过 这些作家没有听过 那近一点的呢 例如说几本巴拿拿 或者是春上春树 乃至于是 写解药杂货店的 对不对 冬野龟吾 或者是公布美信 有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 那你知道像 我们在选的时候 我们在选学生要去的时候 就很困难嘛 就是你文学之旅 然后你找一些 不懂文学的学生 你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我们这样忍痛 把他刷掉 那后来我们就 我选了一个学生 我觉得我选了一个学生 是我们大家投票选的学生 我们选了几个 那其中有一个呢 他的学校没有很好 没有很好 但就输给第一 第二第三志愿的学生 然后他的 他 我问他说 你平常有在读什么 读什么书 看什么漫画都可以 那他就跟我讲 他就跟我讲说 他前一阵子 他读了 因为他很喜欢晋级下眼 所以他读了很多 晋级下眼的书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第一本 第一本 晋级下眼的第一本书 你知道他是哪一本吗 他是 《孤祸鸟的夏天》 然后呢 他就跟我讲 我们就谈到了很多 跟晋级下眼有关系的书 像《百鬼夜行》 包括其他的书这样子 然后他就很有兴趣 但他的兴趣很narrow 他就是集中在某一块这样子 那这个 你这样子的话 我就觉得说 这可以来聊嘛 就可以来聊 对不对 所以后来我就选了他 我们大家有很多人投票选他 然后结果后来 等到名单出来的时候 我们那一批的那个 评审委员就被骂 他说你怎么学 他说你知道他学生 他说你怎么会选一个那种 那种学校的学生 你知道其实我听的时候 还蛮火的 你知道 我说为什么叫 那个学校的学生 这个男生 他平常就在家里的 牛肉面店帮忙 然后很认真 然后他的花书 他读的书 是一个很特别的 大家读得很深 而且读得很广 就是他读某一种类型的书 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这个是 就是可以让他去看一看 可以让他去看一看 好 所以呢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是 就是我们的人文素养这一块 还是需要再好好加强 那人文素养的加强呢 其实很多大学的学院里面 都会办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就是这个 这个其实是今天 我想要人数稳定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聊一聊这个书 这个书呢 他叫21世纪的人生难题 人生难题 那他实际上是 他出的一系列 叫牛津飞 叫做 就是短讲 就是牛津飞 长短讲 就是短讲 那他呢 他的第一部 是政治思想 包括像自由主义啊 包括像共产主义 各式各样的 那么到了第二部之后呢 他很特别哦 他选出来的书 就是这些 现在就说 颜色很漂亮 对不对 包括了 你看这边哦 这是他的导册 然后这边有一本叫忧郁 讲的是忧郁 这个 这个是 忧郁是21世纪 最严重的 这个病理现象 而且呢 他可能 没有疫苗 但是呢 忧郁真的存在吗 其实哲学家 就是各式各样的人 就在思考忧郁这件事情 那这本书 从哲学到 到生理学 到心理学 各式各样的探讨 我觉得非常有趣 就忧郁这本书 好 那么呢 包括了像是这个 焦虑 就焦虑 那什么样的焦虑 才能被称为疾病呢 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是在 这些高等的学府 从牛津建桥 到伦敦大学学院 这些学校 他们会每一年 会办一个特别的讲座 然后或者是 请一些特别的人 来演讲 这个lecture 我们称为lecture 那这些lecture呢 会邀请到 这些重要的人 从一些生活上 很普通的议题 到学术上 非常精 非常精深的 的这样子的 一个命题 各式各样都去探讨 我记得 我那时候 我在学校 我听过那个 霍金 还活着的时候 就写时间简矢的霍金 他讲那个 宇宙的第一秒钟 宇宙的第一秒 他讲了两个小时 就是宇宙第一秒 发生什么 他讲了两个小时 你知道吗 我觉得那真的 就是我觉得说 原来 这一秒钟 可以讲这么多事情 当然那个时候 英文没很好 后来我在网上 常常在听这个 然后回溯 每一次听 都会有不同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就是 你要铺陈一个内容 你必须要 很好的人文底蕴 然后你要有 很好的逻辑 推论的 一个思考的方式 然后并且 你要去剪裁 去组织 各式各样的故事 然后把它推展开来 所以他就从物理学 从哲学 从各式各样 然后会引用圣经 然后来交叉 来穿插 然后讲了宇宙的第一秒 那印象 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好 所以来看一下 那这个是牛津非常短 第二本叫焦虑 第三本呢 来看一下 叫药 这药 那这本书的副标 上面写的呢 就是药是一种 刻意服用的化学物质 是要化学物质 那主要是在医学用途 目的是治疗疾病 那有一些药剂呢 会产生愉悦的感觉 所以 无论是治疗跟愉悦 两种用途都很久 可是呢 这本书很特别 这本书这个牛津的非常短讲 就从药的历史开始讲 然后讲怎么样发挥作用 还有这一百年来用药的理念哲学 历史哲学 我觉得非常特别的 就是这边有讲到 然后他有讲到说当代 为什么会滥用药物 好 然后等一下我来跟你们介绍这个书 那第四本叫痛 你们看到 痛 这个痛 牛津非常短脚 什么是痛 我们假设每一个人都知道 这个问题的答案 痛的存在 是一种直觉性的理解 就是我们知道什么叫痛 这样子 但是呢 实际上痛非常神秘 在 在生理学上面 在心理学上 痛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东西 就是痛很难去 就是我们 我们常常讲说 痛一到十 你值得多少 它其实那是一种 相对性的 比较的东西 痛真的可以量化吗 每一个人感受到痛不一样 那痛的缘起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觉得心痛 可是你在 在生理的检查 会完全没有 那其实是疼痛这个东西 我们透过科学的数据 去收集各式各样的资料 其实痛很神秘 而且这本书里面 就讲个就是痛这件事情 你不觉得很妙吗 好 那接下来呢 这本书 叫做爱 叫做爱 那当然呢 佛洛姆的爱的艺术 倾听的艺术 逃避自由 然后包括了就是 人类破坏 人的破坏性的解析 各式各样的书 那牛津非常短讲里面 讲到就是说 爱其实不是一种情绪 爱不是一种情绪 更准确的说 通常我们想到爱的时候 我们直接容易联想到 美好的温柔的感受 一种充满爱的感受呢 确实是一种情绪 但是爱本身不是情绪 我们想到爱的时候 那个感觉是情绪 可是爱本身不是情绪 但爱到底是什么 所以它就从历史 从哲学 从性学来解析 它其实这一书的核心 是要破解我们人 我们人内心里面 就是当代里面 我们生活中 所面临的困境 虽然它的题目很简单 你看你会被这个题目 所误导 所误导 苏东乃真的是太 真的是太棒了 就自己打自己耳光 然后知道什么叫做痛 好 所以呢来看一下 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讲 最后一本 这本叫迷信 叫迷信 那其实这是我们 三个礼拜谈的嘛 所以我们在做媒体的 有时候要拉回来一点点 拉回来一点点 来迷信的英文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字吗 迷信的英文 你们有没有知道 其实苏米写在这里吧 迷信的英文 像吃辣一样 有些人不能接受 有些人要吃地狱辣才爽快 没有人痛觉感受 辣很多 好 八岁的小鬼头说 心痛是因为爱情细胞哭哭了 对啊 那爱情细胞在哪里呢 它怎么分布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很棒的问题 爱情细胞长什么样子 如果小朋友画 也可以画出来 我们可以画 不有一个漫画 叫工作细胞吗 这个把工作 他的爱情的工作细胞画出来 他应该画的是很多的爱情 来 Lily Rose写了 Superstiction 这个Superstiction呢 实际上就是 就是迷信这个字 它这个字呢 源自于古代的拉丁文 我们常会把Super跟Stiction 两个字放在一起 所以我认为说前面是Super 其实它原来的前面的字根 拉丁文的字根是State 是一种在什么的一个台阶 然后Stiction 是Stiction 是一个Tiction Tiction是在什么什么之上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迷信这个字 原来拉丁文的意思是 临驾于什么之上 那为什么呢 就是它讲这个 Religial Religial就是宗教 宗教临驾于生活之上 意思就是我们对神 太过太过畏惧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本书呢 它总共呢 它有分成很多很多的章节 那第一个章节 我念给你们听 第一个章节叫 迷信的由来 迷信的由来 那包括了 古代世界的魔法 预言跟占卜 然后呢 诅咒跟束缚 第三个呢 是过度的虔诚 是迷信 第二个 一般邪教是迷信 好 那第二章呢 叫做迷信的宗教内涵 它讲到了多神信仰 讲到了 民间魔法 讲到了黑魔法跟巫术 然后第三章呢 讲到的是迷信的世俗化 迷信的世俗化呢 讲到法师 然后讲到了文艺复兴 天主教的仪式 然后呢 讲到了异教徒 战争跟女巫 还有坏的科学是迷信 坏科学是迷信 然后接下来呢 讲到现代世界的迷信 这个迷信 那这个章节 其实我认为是 这个书最棒的章节 那包括了十九世纪的唯灵论 它撼动了我们今天 它主宰了我们今天 我们看着鬼片 我们看着这些 这些奇奇怪怪的漫画 就是西方这个 我讲的是西方的系统 然后唯灵论跟科学 迷信 还有迷信不是什么 迷信不是什么 那迷信是什么 常见的迷信跟由来 还有更细致的迷信的体系 然后接下来第五章 好 第五章就是迷信的心理学 讲到了迷信普及的程度 迷信的人口组成 人为什么会相信运气 迷信跟人格有没有关系 那么人 为什么要学会迷信 迷信的思维是什么 然后迷信有害还是无害的 那接下来是迷信的未来 迷信呢 就有什么去研究它 迷信跟社会的关系是什么 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这个 除了三个礼拜 我们聊减少年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还非常重要 就是这一阵子 不是一个周楚楚三害吗 因为这个在 这个在中国大陆 这个就是意外的 就是在春节党之后 让全中国的电影市场疯了 大家觉得 怎么台湾拍出 这么厉害的电影 所以那里面呢 就有三害 其中一个人讲的就是邪教 就是邪教这样子 那这个邪教这个 很恐怖哦 这样看的时候 你会令人法 就是你觉得很恐怖这样子哦 好 那么看一下这边哦 那为什么迷信这个字 是怎么来的哦 原来哦 原来在这个字 它一出现的时候 是在古代的希腊 Superstition这个字 原来是在古代的希腊 那么在希腊的时候呢 就是人 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凭自己的意识去判断 虽然背后有天意 有神意 可是呢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逻辑去思考 跟办法应该做什么 可是如果有一个人 现在什么事都要问 什么事都要问 虽然感觉上非常的虔诚 可是虔诚这件事情 会破坏掉 他对世界理性的认识 因为你的大脑有限嘛 对不对 古代的希腊人相信 就是说 当你过分的虔诚的时候 实际上你会把你自己 跟你世俗的事物 把他抛在后面 你会把前程列为首要 而这件事情呢 对家庭 对个人 对社会 都是有害的 所以他们称这种人 就是现在某种状态 叫Superstition 就是在 但是他的拉丁文的翻译是 Superstition 他是叫Io的意思 Tio的意思 所以他这个状态是不好的 这不好的 那当然就这个词 就跟着罗马人 跟着希腊人 罗马人 来到了罗马帝国 那罗马帝国的时候 它其实是个多神的 它是个多神信仰的社会 但是呢 有一个宗教呢 非常非常的头痛 那就是基督信仰 他们相信呢 就是在他们的苦难的现世 会有一个人 会有一个救世主降临 然后来拯救他们 因为他们是万民之王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罗马帝国将基督徒 他们定之为 Superstition 就是他把这些人认为 就是他们把这件事情 宽得太在乎了 因为他们信奉 信奉基督信仰 他们信奉他们的弥赛亚 所以呢 他们做了很多事情 违背了罗马帝国的法律 你要先知道 罗马帝国 其实当年 为什么会对抗这些人 那为什么 耶稣进到神殿的时候 他们就问他说 你对缴税这件事情怎么样 所以耶稣好像讲 凯撒的归凯撒 上帝的归上帝 他要把世俗跟神圣分开来 分开来 但是呢 就是很多教徒认为说 我相信了神 我就应该是什么样子 那么对于罗马帝国 当局来讲 这很头痛 很头痛 那虽然当然有很多的污赖 有很多是史实 但也有很多的污赖 那总之呢 就罗马帝国跟基督徒之间呢 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仇 到了三世纪之后 君士坦丁出现 君士坦丁出现之后呢 他因为他的母亲 圣海伦纳 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所以他就跟他的儿子讲说 你要跟这个 就是东罗马 东西两个部分 要争夺罗马的皇位 你在每一个士兵 在盾牌上面 划一个十字架 然后呢 在越过台伯河的时候 他说神会帮助你 就很意外的是 就根据基督教的 神学的历史写到 当君士坦丁带着大军 穿越台伯河 要进攻罗马城的时候 他们的盾牌 全部发光 而天上呢 也发出了一个十字的光 然后光照下来之后 让许多 马克西米连 他们的那个士兵 可是他另外一个 敌对的将军的士兵 眼睛看不见 看不见之后呢 当然他就输掉了 这个台伯城一役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基督教 就是一个基督信仰 在君士坦丁系统这么重要 可是呢 基督信仰 在那个时候 他被从这个 从这个 非法的宗教 服为国教 服为合法宗教 又要过了将近 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 一个叫圣安布塞 然后跟迪奥多西 两个皇帝 再把合法的宗教 把它列为国教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渐进的系统 那么当基督信仰 变成了国教之后 他就将以前的 那一些多神信仰 全部打成 superstition 就把它打成迷信 这样子 也就是他们这些人 他们信奉的不正统 我才是正统 所以他有一个 历史的反转 它有一个历史的反转 那在迷信这本书的前半部 他就提到这件事情 他就提了很多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 那 最主要 最主要呢 就是这本书里面 还有很多 那我们来念了 念几段 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现代生活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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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信跟人格 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好 来看一下 学会迷信 很多人觉得 日常的迷信 只属于个人的 是自己发明的行为 通常呢 不会推广别人 迷信的行为 一开始都是出于巧合 例如说 运动员在某一次比赛 做了某一个动作 发现 那一次的运气 特别的好 所以以后呢 每一场比赛呢 就行李如頤 那这个动作呢 还要跟法律 沾上边 运动员呢 透过特殊的仪式 来召唤力量 这个张姐 你跳过去 迷信的思维 敢不敢不信邪 这个张姐 敢不敢不信邪 前一阵子我有讲 那个破目嘛 对不对 好 有一个研究 非常的有意思 他就是要对人不信邪 或者对厄运的恐惧 不少学生 想进入某一间大学 会先买那间 学校的衣服来穿 可是有一种说法 他说如果你在收到 学校录取通知前 就穿上了那一所 学校的衣服 可能反而不被录取 那曾经呢 有实验者 让受试者读一篇报道 报道中呢 提到有一个年轻人 叫John 在等了史丹佛大学 研究的申请结果 这个时候呢 收到母亲寄来的 史丹佛T恤 因为他相信 儿子一定会录取 结果半数的受试者 读到那个John 那个John呢 将这个衣服呢 收进抽屉里的版本 那另外一半的呢 是读到隔天就穿上了那一件T恤 然后被问 那个John呢 收到研究所录取的 几率有多高 结果读到他穿上了 就很多人认为 就是穿上T恤的人 那一边就明显 他认为就是穿上衣服之后 运气会变差 结果怎么样 不信邪真的会出事情 他其实 他其实 他这个研究的报告 讲的就是说 就是 如果你要去读台大 台大的制服 你就穿了他的运动服去 就是说 在录取通知 繁星还没放榜之前 你就先穿台大的衣服 你就不会 你就考不上 你就考不上 这样子 好 结果我们现在给一个人 我们现在告诉他 就是说 有一个年轻人 一个年轻人 然后我们假设他是谁 这样子 那他已经 他到底有没有学校 我们不跟你讲 可是我们把这个 报道的题目 做了一个更改 一边是说 他在放榜前穿了衣服 一边是说 他放榜之前 没有穿衣服 结果呢 穿了衣服的 结果他穿了 那个学校制服之后 结果考上了 你看因为 穿了衣服之后 带来好运 他考上了 可是呢 有的人是读到 有的人读了之后 相信就说 因为你穿了衣服 你就没有考上 所以他刚好是 他的这个相信的人 跟不相信的人 还有穿衣服跟没穿衣服 带来好运 刚好是一半一半一半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他没有特别的重要 没有特别重要 这样 他完全是取决于 我们心里的 我们心里的这种感受 所以他书里面就写这个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本书呢 实际上他写了非常多 就是迷信 他这个字怎么来的 或者说 他的概念怎么出现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很多的 的这种说法 那他也讲到 日常生活里面 很多的迷信 例如说 打破镜子这件事情啊 黑猫从这个椅子下走过啊 或者十三这个字啊 那我觉得重点在于就是说 就是有一些是因为 文化传习下来的结果 文化传习下来的结果 所以我们都 我们都觉得说 好像是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 应该 应该就是说 现在有科学啊 为什么我还会相信这些事情 所以这就是这种书里面 他透过现代的社会学研究 还有心理学 告诉我们迷信 在当代扮演的角色 不是跟 他这个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他没有否定或承认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分享呢 就跟大家一个小小段落 那这个刘金非常短奖呢 他这个是由这个 左岸所出版的 左岸所出版的 那他的这个书呢 其实非常的厚 如果穷家人非常的厚 单本单本看 其实看很快 大概我一天可以看两本 一天可以看两本左右 所以呢 这个是我觉得是大家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来好好的研究一下 那待会呢 我们YT跟这个 领书这边呢 就会抽出上个礼拜 这个简少年哦 就来的时候 大家留言的这个 的朋友 就有机会得到他的书 那感谢大家 这个今天的支持 好不好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夜晚 所以书这件事情呢 就是有太多太多的书 等着我们去念 我觉得啦 你们可以去读一读这个 魔鬼盘踞的世界 这个书是绝版书 断版书 可是在二手书市场 也许你还找得到 或是图书馆里面 这书非常的棒 它可以让我们去厘清很多 我们 我们那个 误以为 自以为 的这个观念 从科学的角度 它怎么样 像打斧头 劈开来我们那个 成见跟谬见的冰层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来分享到这边 一个小小的段落 谢谢大家 好 好 欧洲人吗 好 那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再好好地聊一聊 好不好 如果你们想要看什么样的书 或是想要聊什么样的主题呢 欢迎你在 YT这边 到YT这个地方来留言 好不好 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就来好好地研究一下 来跟大家分享 大家关注的议题 那我们 小清书跟今天的这个 书房里的小旅行 到这边告一个小小段落 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咯 卡 来啊 我